两剑同样是赵刚开枪 老版沉稳专业 新版就跟闹着玩似的 电视剧《亮剑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了李云龙和楚云飞之外 赵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剧中的他有文化有涵养 深受观众喜爱 可是赵刚却并非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他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狙击手 在一次阻击鬼子的战斗力 赵刚提出要在150米的距离上一枪干掉鬼子炮手 李云龙不相信 甚至还以不喝酒为赌注和他打赌 只见赵刚调好标尺之后 立刻做出了标准的射击动作 之后准确命中目标 让李云龙拍手较好 同样的一幕 在新版中又有什么不同呢 赵刚虽然也调整标尺 可是却给人感觉十分的柔弱 一点也没有老版赵刚的威武霸气 而他抬枪准备射击的时候 画面也非常普通 请 判断指定 否判备射击有点灰